好 大家好 我們終於來到 Danny Durema的最後一場 然後最後一場邀請到的是 Marcus 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rcus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Costcov 跟大家分享K6 這套Open Source Library 那會分享這個主要是 因為之前有在研究 公司有遇到一些狀況 然後也在研究一些 壓力測試的工具 所以蠻多朋友跟一些 網路上蠻多人在推薦 這套好用的工具 那想說做一些小小研究 因此想說在今天的這個場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由於今天準備的投影片比較多 所以我今天這邊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 那這是今天的A-GINDA的部分 主要分為四part 第一part的話 會再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就是在傳統的監控工具 遇到的挑戰會有哪一些 那第二part的話 會根據K6會做的簡單一個介紹 那第三part的話 就會進入今天一個主題 就是帶你讀原碼 去看一下 有關K6它的一些核心的一個功能 的Source Code 跟它的一些模組 我去做一些小小心得分享 最後一part就是進入QA的部分 好 那一開始的話 簡單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Marcus 目前在 主要都是在做後端的工作 那自己屬於自己的三個hashtag 就是我喜歡去學習 然後分享一些知識 那過去兩年我都有在Costcap 這邊分享 那去年是分享PrayLight 那前年的話是分享Caspin 對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到YouTube去看一下 那由於今天我覺得就是在分享的時候 重點應該是去大家Focus在看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到時候會把 我到時候會把我的投影片放在我的粉絲團上面 這樣子的話大家可以專心的去看那個內容 就不用一直去拍照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今天的一開始就是 傳統監控工具的挑戰是什麼 那一開始我想要請教一下大家 就是這邊有在寫程式可以幫我舉手一下 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有在寫程式的 你們自己覺得系統上線之後 然後咧你們會做什麼 就是你了 加班 為什麼上線之後還要再加班 你要不要考慮換個工作之類 Bug 一上線就有Bug 這樣聽起來有點邏輯怪怪 好 謝謝你的分享 對 好 請說 祈禱 祈禱什麼東西 祈禱不要 祈禱不要Bug 大家對於Bug這麼害怕是不是 那要不要寫個單元測試之類 好 對 OK 那白話點其實我只是想要問說 就是系統上線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上線 剛才問為什麼會上線之後 就是我覺得上線之後會遇到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圍運 也就是說在我們在自己的local環境 剛才也有提到有些人會遇到一些Bug的之類的 那我自己覺得圍運最大的挑戰會有三個 第一個左下角的是複雜的應用程式 這什麼意思 就是指說 由於在過去來說 好了可能在10年前 我們在開發都是一個單體式架構 或是三層式架構 那在這10年的之間發生了很多大轉變 舉例來說好了 三層式架構大家開始服務切得越來越細 走向微服務 或者是從container技術越來越流行 所以K8S越來越盛行 所以你的服務切得越來越細了 越來越細之後 反過來說你要怎麼去做監控 你要怎麼去做這些異常的狀況的耳樂去提醒你 不然的話你開發之後上線 有Bug是一件小事 上線之後你的量爆掉 你根本不知道哪裡死掉 你可能有10個服務 你不知道死在哪裡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在監控的時候其實你可以發現 你要怎麼樣去監控 比較快看到問題 所以你在Dashboard的部分 你要比較好的去做一個 怎麼去設定一個比較豐富跟圖表的視覺化工具 讓你馬上可以看到那些理解 看到哪些問題在哪裡 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馬上定義說問題在 ABCC的服務的部分 然後馬上去把它去做退版 或是去做深版 或是去做Hardface的動作 解決客戶或是一些部分的問題 那第三點的話我覺得就是 右下角提到了大規模用戶負載的挑戰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指說 如果我們過去在開發自己local程式的時候 一般來看我們可能就請自己測一測 就覺得好像有過了就過了嘛 然後再給QA測一測就上線了 可是反過來說 大家我們去思考 如果今天假設你是在開發電商系統的 再去做下單 蝦皮下單這種 遇到一些比較大的一些量 可能雙11的時候 你的量來的時候 你這時候系統會發生什麼事情 舉例來說好了 我就想請教一下在座的寫程式的各位 當你的流量 你的架構遇到流量10倍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除了加班還有祈禱 還有什麼其他的嗎 爆料 對 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 這是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因為我覺得就是讓先大家簡單了解一下 這是個蠻簡單的 就是可能有個網站 application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user 可能會有用快取 然後最後再去DB拉資料 假設假設好了 今天流量變成10倍的時候 流量變成很多人的時候 中間這邊你可以去做scale up或scale out scale up跟scale out就是指說 你可以把機器規格開很大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機器開很多 可是反過來說 機器開得再多 機器開得再大 它都會有一些物理的上限 也就是再反過來說 這些請求進來了 進到application 再進到快取 再進到DB的時候 你DB如果沒有做比較好的架構設計的話 你DB還是只有一個 所以最後第一個可能死的是DB 也就是說你所有的登錄好了 你去購物車 你去下單 所有東西還是回到DB 還是會炸掉 那當DB炸掉的時候 下一步快取這邊就會炸掉 會發現一些就是 像雪崩效應之類的 雪崩效應之後 application就會炸掉了 你就可以看到 左邊的user 原本可能進1000個 現在只能進20個或50個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 你所有東西都炸掉了 那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祈禱可能是其中一個 或者是重啟 可是你敢重啟DB嗎 所有的資料就會不見 或是發生一些狀況 你敢去再去加機器嗎 好像幫助也不大嘛 對不對 因為後面就已經炸掉了 那你敢去弄快取嗎 不行 因為它會直接打DB 對 所以這時候可以做什麼 所以反過來說 我覺得當流量發生10倍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RD會受傷 對就是在座開發的各位會受傷 因為其實反過來說 像我之前在某公司的經驗 就是公司可能 我那時候是在做線上學習平台 然後公司的量炸掉了 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家很喜歡來上課 就多了20倍吧 然後那天我就在家裡那邊 在家裡那邊 跟老婆那邊吃飯 然後後來就接到電話說炸掉 然後後來接到更多電話 是主管的電話 CTO的電話 為什麼炸掉了 然後最後就說你趕快去修 或者是5分鐘之後 他就說那你修得如何 我想說我ID都還沒打開 對 所以反過來說 我們就算去修好了 然後剛剛那些措施我們都去做了 最後受傷了還是我們 這是我的小小的心得 而且就算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還是要去寫一些事故報告 所以反過來說 我們可以多做哪些事情呢 那這是一句話 是我之前在Google的SRE Book 看到的 我自己覺得還滿有道理的 就是說 其實在架構設計上 或者是你再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時候 舉例來講 我們再去做 如果這個東西你還沒有去試過的話 你可以當做它壞掉 因為如果你上去 你也不知道 你就是去賭啦 賭它會不會壞 然後你可以去祈禱 祈禱就是一個靠緣分的東西 對 你就祈禱不要有10倍的流量 那5倍可不可以 搞不好也是掛啦 老實講 對 所以反過來說 你要怎麼去預防剛剛的情境 去或是這些挑戰呢 那我覺得可以去做一個性能的評估 性能評估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右邊的三個點 第一個 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使用壓測勾具 去試試看你的這個應用程式 遇到一個大病 高病發的量的時候 要怎麼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舉例來說 好了 像左邊就是了 DayOps pipeline的圖 大家很常看到 你可以在可能在release的 test或release之前 去做壓力測試 測看看說 你到底現在的應用程式 你的concure user 可以承受多少 QPS是多少 那到多少的時候 可能會炸掉 這時候你可以去看右邊第二點 就是說 如果你在去做壓力測試的時候 你可以去重現這些問題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覺得你的 你的 你的application網站的話 可以去承送1萬個user 你可以去測測看 搞不好測到3000給你就爆掉了 就是理想上跟實際的落差 那你去測完之後爆掉 你可以再去想一下說 那到底 我到3000的時候爆掉 3000的時候 可以承送3000 到4000的時候開始爆掉 那這之間的時候 你的監控你可以做什麼 應該是說 你可以去看的是 你的應用程式做了什麼事情 CPU害起來了 Network有沒有一些狀況 然後Memory有沒有一些狀況 或者是你的log狀況是什麼 或者是你的http的status 像是500系列都是server的 或是40XX那些error 開始做了什麼事情 你去監控之後 會發現這些問題之後 才有辦法去做 後續的aging的處理 對 可是如果你這些東西 不去做的話 那就是上去直接 對自己做壓力測試 對吧 你就是直接爆掉 然後就尷尬 那優下角的意思是指說 什麼叫做持續監控跟迭代優化 是指說 今天我們的開發的程式 壓力測試不是只做一次而已 什麼意思 就是指的是說 然後我們的開發 舉例來說我們公司好了 我們在兩個禮拜的時候 會上一次新版的程式 可是可是 如果我們今天上新版程式的時候 我們沒有重新再做壓力測試的動作 或者是說 我們只是一個月前做 舉例來講 我們一個月前做過壓力測試了 我現在的Concurrent user 可以扛1萬個 1萬個user 那會不會一個月之後 你上了這麼多程式還是1萬個 這不一定 搞不好我寫一個 搞不好 我寫一個很爛的call 然後一個月後 可能只剩下3000個user 也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 反過來說 要一直持續的去監控 線上production的user 機器的狀況 跟去看整個迭代的時候 再重新再去做壓力測試的動作 這是比較保險的 好 那 剛剛有提到了整個工具的一個挑戰 那接下來想說 介紹一下K6的部分 那K6的話 我這邊整理4個比較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重要的 那因為官方很多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第一個叫做Low Impact 它之前的名字叫Low Impact 那之前的話 它其實不是Gafana這邊的自己做的 它是有個公司做出來 然後被Gafana買走了 然後後來Gafana買走之後 就貢獻給偉大的CNCF Project 對 貢獻出去 然後從2016到現在 大概快20k的一個星星數吧 對還蠻多人 那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它對開發者體驗的用法是好的 因為過去我在觀察的時候 過去蠻多壓策工具 它其實像 像JayMeet 或是一些其他的好 它大部分都是GUI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可是 這個開發工具 它對使用者的體驗 它有一些CLI 你可以去下自己喜歡的comment 然後你可以去下一些API 那所以它對開發者的體驗 對我來說是加分的 那左下角的話是engine 就是說它的engine 其實是用夠語言去寫的 那另外後面會再提到這一part的部分 那右下角的話 它指的是 K6它是一個測試工具 那剛剛有提到壓力測試 load testing 那其實它不只可以做這個 它還可以去做end to end 然後integration testing 或者是functional testing的部分 那這一段話主要是在講說 其實要去做load testing的話 它可以主要可以幫助開發人員 跟系統管理者 去發現潛在的問題 性能的瓶頸跟問題 所以你找到問題之後 可以去做相對的處理跟優化 對 所以就可以確保應用程式 可以在比較高loading的情況下 高狀態的loading下去做運行的動作 好 那這個是目前我在看K6的官方文章 整理到目前有關load testing的四種類別 左邊的第一個是small testing 然後右 左邊的第二個的話是load testing 它比較focus在performance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street testing跟snow testing 那我直接往下一頁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small testing它主要的目的好了 它其實是去驗證這個功能 是不是正常 基本的功能 所以它在短時間的時候 會去驗證一些基本功能 那pass是不是過的 對 那load testing的話 它比較概念像是說 去預測你的這個系統 或是你的應用程式 它的預期負載下來功能 舉例來說好了 就像剛剛提到 我預期它可能會 這個application可以承受1萬個user 那到底可不可以承受 所以我會逐步的去加一個量 舉例來說我一開始先打3000個 5分鐘後打3000個 10分鐘後再打3000個 15分鐘後再打1000個 然後再觀察一下整個應用程式的狀況 你的CPU 你的memory 或是會不會你的hand shock那邊就卡住了 application就爆炸之類的 你的recurs根本進不來 你可以去觀察這個部分 所以它會是時間上會是中場期的 那這個的話它是比較像是 我直接去看你的這個量的極限是來哪裡 它這個情境比較像是 像去測那種買票或是搶票 5月天那種 你的量很大的時候 我瞬間看你的系統可以撐到哪裡 然後它的error會爆在哪裡 那左下角的話 是比較peace的一個測法 就是慢慢去測 然後看你的狀況啊 長時間下 然後你的系統memory 一些server的 一些基本的matrix的值是如何 對 那這個主要是說 反過來看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4種的testing type 那反過來說 在我們現在 如果沒有再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4種各有各都要達到目的的話 可以做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怎麼如何去知道 現在的系統的 我的低標的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基本上可以承受多少 或者是我藍色的地方 我最大可以承受多少 然後這時候你的系統loading是什麼 對 我之前看過一篇文章 它就直接說 就直接打爆它 或者是直接說餵公子吃餅 這概念就是說 其實你要知道你的食量多大 就是一直去餵你吃餅 然後餵一餵以後 再去量你的體重 然後再去觀察你飽的狀況 那回到前面4個概念是什麼 我自己整理就是比較白話 左上角冒煙測試就慢慢吃嘛 慢慢吃 看你的狀況如何 會不會吐啊 還好那就慢慢再吃一些 那左下角low tasting的部分嗎 就是看你的食量上限 一直餵 然後右上角的話就是把你塞爆 然後吃到你吐的時候 看你會怎麼樣 然後舉例來說 你可能吃到第100個的時候 你已經吐出來 喔好這次就是你的上限 所以用餵公子吃筆還蠻不人道的 對 右下角的話就是 喔吃起來舒服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長時間去看 那就是看你的消化狀況 好的話你就知道它的上限是什麼 對 那反過來說 其實做上面4種testing的話 最主要目的可能都是 要去找到它的peak loading 這什麼意思 舉例來說好了 你做完之後其實都會有個測試報告 測試報告可能會是像左邊這種 你去看你的Sweep Pool 系統的Sweep Pool 隨著User上升的時候 你的Sweep Pool的狀況是什麼 那右邊的話就是去看 隨著User上升的時候 你的系統的Fail 或是ALR 它的狀況是什麼 這什麼意思 指的是說 其實你可以發現的是 如果今天User 我覺得它會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Safe Safe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User的量底下 其實整個系統Sweep Pool都很正常 還可以繼續往下持 這個時候是可以再維持一定的Fail Fail量沒有往上提高 中間的話就開始有些轉變了 開始要有一些警示了 紅色的部分就是 反過來說就是你的系統的上限 對 另外的話會比較建議 在一開始做壓力測試的時候 一定要有個目標 與舉例來說 好我們可以提到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就是SLA SLA下面其實會有另外幾個叫做SLO 所以我們要先去看說 你要在做壓力測試的時候 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確定目標之後 你再去選擇特定的Test Type 你要去做的測試的計畫 或是你的測試的策略是什麼 才有辦法去驗證說 到底你這次有沒有達到 不然的話沒有這些計畫 沒有這些東西 你根本沒有辦法估出一些成本 是比較可怕的 好 那我原本想做個Demo 可是我覺得投影片做的比較多 時間上怕來不及 原本是想說透過K6一些簡單的腳本 然後去打個網站叫做CostCop 可是後來想想有點不好 對 而且這好像有錄影 想想就算了 對 不然的話我覺得大家應該會蠻贊同的 沒有啦 對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剛剛要Demo的話 其實要呈現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測試報告長怎樣 所以簡單來說 我去結一個我朋友之前在分享的圖 就是說 這個是基本上K6它去展現出來的測試報告 上面分兩part 上面的話就是基本資訊 它會就是說你在哪邊執行的 你的Squib是什麼 因為測試都需要腳本嘛 然後就可以看說 你這個測試花了多久 然後大概你的User 這邊有一些像是VUS VU是指的是Virtual User 你預計要花多少 你預計要 打這個網站的時候 打多少個Request進去 對 下面的話是內建預設的Matrix 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都是像是HTTP相關的 它可以去計算的是像是平均最高最低中等位 跟P90跟P95 就是90%的百分位跟95% 因為有時候我之前在看一些極端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去看90跟95 因為Average的話根本看不出一些差異 對 另外的話其實你上面可以看它的Iterator 或是VU跟它最後它的VU可以承受多少 這是它預設內建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今天重點是在去講有關K6的一些程式碼 一些介紹 所以相關的一些功能介紹 我會比較推薦我之前的前同事 叫做Robinson 他之前在TWMVC的介紹 他有去介紹整個像是剛才你在壓力測試的時候 你寫的腳本 然後你在腳本的時候可能會有很多情境 情境底下你可以去分群 或者是你可以下Tag 或者是你可以去Check 這些API的一些功能介紹跟實際的一些成效 所以我覺得一些進階的應用 不是今天要講的這個主軸 所以我可能會請向大家去看這個東西比較好 而且我也沒有很會 對 好 另外的話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整個主軸 就是有關code的部分 那code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在有做一些小小研究 舉例來說 好 左邊這邊它是整個官方的一個demo 它是用JavaScript寫的 然後舉例來說 我們是要這個在腳本要去測的是10個人 然後30秒 然後去打test.k6的一個網站 對 那我自己再去看完這段code之後 呃 不好意思 下面這邊的話就是 腳本完成之後 下面這個就是去run這個hello.k6.js 接著它就會開始跑 幫你去跑這個測試 接下來就會有上面 剛剛提到的那個output 測試結果的部分 那我自己覺得它 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整理兩個 第一個是它的engine是怎麼做的 因為剛才前面有提到 我們這邊是JavaScript的腳本 就是全世界最多用的程式語言 那它的核心是go 那它到底怎麼去做轉換的動作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code的部分 我會去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run.go它的一些流程 然後我有整理流程圖 然後我也有整理模組 跟模組之類的關係 對 所以接下來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engine的部分 這是官方提供的一個架構圖 對 那它的部分 剛才有提到 它最上面我們開發者在寫的時候 其實是用javascript去寫的 那寫完之後 其實它下面有一層叫做javascript runtime 那這個的話就是去定義 K6跟javascript它之間的轉換 轉換什麼 就是把這個東西轉換成javascript腳本 那剛才前面有提到 我們開發者是用javascript寫嘛 所以go那邊它是怎麼轉換的 它其實是透過一個紅色的部分 叫做go的ja 那它其實是一個library 那舉例來說好了 我有去翻一些它比較k6核心的call 不管是k6 或者是execute 或者是http 他們name件 像一開始import的時候 都會去把這個library去import進去 對 所以他們在這邊是做類似的轉換 那最後再會透過底層的go的語言 那為什麼它的表現 我指的表現是高併發的表現 它的表現會比其他人好 因為go底層有個協程機制 所以它在去做高併發的時候 去處理的時候 它相較於其他的執行去處理會比較輕量 而且成本比較低 所以它在模擬的user的請求出去的時候 它的量它的表現會比較好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就是 剛才有提到k6.run 你去run這個camela的時候 它到底底層或是後面是怎麼工作的 這是我整理的整個的一個process的圖 為什麼是整理run.go 因為官方建議的 我等一下會截一個圖給大家看 它建議是從這邊去入手 剛才我前面有講到一些大概的流程 舉例來說我去寫腳本 然後我在commentline下指令 然後產生出最後的測試報告 簡單來說就是從左下角開始 我在我的commentline那邊去下一個run的動作 所以它會用這個測試script 跑去這邊的execute execution的時候它會去控制什麼 virtual user 就是舉例來說我的腳本 剛才前面那個就是去發10個 定義10個人嘛 所以它就會run這邊run10次 定義我要發10個人之後 接下來會去呼叫 一個叫做atttp module的一個library 然後這時候它會去定義說像是 你假設像DNS或是cookie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在發出去的請求 做一些手腳 你可以在這邊去做 像是header 或是像是網路的tlc的config設定 另外K6它支援websaki grpc http sql 所以這邊它都會去做定義的動作 剛才這邊都其調的是 我今天只是發那個user 發請求出去 並發的量出去 反過來說 它在發出去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mature的engine 去把每一個user發出去的時候 打到server的一個狀況記下來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測試報告的時候 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再打出去的時候 我同時會在這個metric的engine裡面 去做這件事 它同時會看我們去定義的threadhold是什麼 就是它的法值 接下來就會去看它的一個 Vview的API之後 之後這個東西會再把它存起 存在一個叫做output一個class裡面 然後最後再去產生 最後的測試報告 這是整個run.go的一個流程的部分 另外module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核心 像以run.go來說 有四個重要的 我覺得我直接開網頁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有整理一個mirror的圖 請等我一下 這邊有看到嗎 後面看得清楚嗎 看不到就忍耐一下好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等一下 好 因為我剛剛有問主持人 他說今天是最後一場 那我這邊就會講比較慢一點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蠻好玩的 而且研究後發現覺得挺有趣的 對 好 那舉個剛才的例子來說好了 剛剛有個run.go嘛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他的logo先print出來 對 那接下來他會去設定一些 談好的時間 或者是他會去讀一些config config就是指說 他的config 或者是他的一些 預見的內建的隨後 或是一些metry 他會先把它loading出來 load出來之後 他會去加載一些數據 這個不重要 我可能都會跳過 接下來我覺得有兩個核心的一個module 一個叫做schedule 一個叫做engine 那schedule它主要是 是要去做execute 就是說我要去run這個東西的時候 把他new出來 new出來 裡面要放什麼 其實是放執行的一些plan是什麼 舉例來說 好了 我今天要去 打測試 test的裡面 有要包含 第一個 我當下 我一開始我要先發1000個request 然後第二個 我要發2000個 五分鐘之後我要發2000個 十分鐘之後我要發3000個 所以我總共是6000個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要去統計 我什麼時間點 要發多少 跟總共是多少 我的plan 跟我的mass的plan的Vu是多少 跟我大概要花什麼 跟他的status 每個東西都把它記起來 然後他把它列成一個清單 這樣子他之後再去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比較好去做 對 那接下來會到這邊去run.go這邊 然後接下來這個不重要 就是output一些資訊 再到engine的部分 那engine的部分 就像我剛才提到 我覺得它比較核心的 比較核心的是 其實是做matrix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 它會把它new起來之後 接下來再去把一些像是 我們在做腳本的時候 我們可以 剛剛不是有一個output的test的結果嗎 其實有些matrix 你可以自己去做定義 那定義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去看的是 自己去做一些客製的部分 所以在這邊的話 它除了載入既有的matrix的資料之外 它可以把一些submatrix的資料 也全部把它loading進來 對 然後接下來它會去把 剛剛有提到 我去定義了 matrix的哪些資訊 然後接下來它會把 去class的一個物件 然後把接下來 所有這些打出去的內容 把它存在這個裡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簡單的print 在我們的comment line裡面 對 那另外的話 這邊的話 不重要我覺得還好 先跳過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 再去往 往這邊就是簡單 會把一些執行的 過程的一些內容 內容把它印出來 那接下來在這邊 我回到 不好意思 schedule.go這邊的話 它這邊的核心 前面剛剛有提到 它先把它new起來 接下來它開始做一些initual的動作 上面也有提到 我去知道 我現在到底要跑多少的VU 我要去跑的exclusive 大概有幾個 幾個狀態要去跑 什麼時間要跑 接下來它就把它開始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接下來要去做 下一步就是去設定它的併發量 避方量指的是說 它的概念是 我假設剛剛提到的 我的gd sample是三段嘛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段的時候1000個 所以我在這邊 concuring user第一個就是1000個 它在這邊有個loop 一直去把它new起來 new什麼呢 它去呼叫最後一個runrun.go 把它實體化 VU去做實體化 接下來網路設定 然後cookie的部分 通通再去這邊去做設定的動作 所以通通通去設定完 三個階段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每個concuring要跑多少 1000個2000個3000個之後 接下來再去跑schedule.run 然後接下來再去執行它的動作 舉例來講 三階段這邊就會有三個 它會去啟動並指定每一個的部分 舉例來說第一個是馬上跑 第二個是5分鐘之後 就是指定的時間跑下一個 第三個就是10分鐘之後再跑下一趴 然後接下來最後它會去把它的階段 它的狀態 因為它這邊有個狀態機的概念 就是把整理說 我現在開始跑了 開始runlin了 接下來開始stop了 或是cancel 或是後續的部分 那最後執行完之後 會執行一個叫slow down的一個function 把這些VU 或是executor的資料 全部都清空 那最後最後才會回到run.go 把整個測試的報告內容 去把它產生出來 對然後最後這邊再會去確認說 我今天要執行3part了 3part是不是都有執行完 它的count 為執行的是不是0 對 最後就會return出剛剛那個執行的報告 好 那我們再回到整個powerpoint的部分 對 這是剛剛要討論的 最後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想說 以目前來說 剛剛有提到 其實官方的文件沒有很多 就我自己研究之後 我去查他們的官網跟他們的community 只有一篇文章是類似的 那就有人說到底K6有沒有架構圖 有沒有官方文件 他說對不起我們沒有架構圖 而且我們最近在做一些重寫的動作 對 21年的時候 到後來到現在還是沒有 對 所以他唯一的建議就是 為什麼我剛才講run.go 因為他只有這個進度點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官方的資訊有限 那你要怎麼去讀這個東西呢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找卻GPT 去做配偶的動作 舉例來說 好 我看到一段call 對 然後就把那個call貼在GPT 問他大概是怎麼做的 對 我覺得這樣子你可以 比較快的去gay到你要的東西 因為你問卻GPT 他什麼都知道 嘿 你也可以省下一些 去學習其他的東西的時間 對 這是我覺得蠻重要一個點 那另外的話 這邊雖然只有建議 run.go的一個部分切入 可是我自己覺得 還有其他蠻好玩的 舉例來說 到底前面那個 我的腳本寫下 某某某網址.get 或是put的時候 他底層到底怎麼做的 或者是說到底怎麼去做matrix的 因為我覺得matrix 蠻好玩的一個點是說 我今天在做壓力測試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會消耗 跟內部的這個instant的資源 所以我打出去的時候 我要很快 然後我要去 盡量做盡量化去做回收 那反過來說 我同時要收集這個資訊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中達到一個平衡 不然的話你什麼都無限量的 支援是有限的 不管是CPU或是memory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辦法 把這個做很好的話 你打出去一堆對不對 然後你再收集資料 就爆掉了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建議 會去看一下matrix 天購他怎麼寫的 另外的話 剛才前面有提到 為什麼前面會介紹一些 test type有什麼 或者是test的一個策略 因為我覺得就像剛才提名建議的部分 我覺得設定目標是一定要有的 你在設定目標之前 你要怎麼選擇合適的一些type 或是一些策略 或者是之後的你的計畫 你的投入時間跟成本都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話 你選錯了你的目的不同 你的結果就會不同 那最後你可能還是要再重來 就會被 就不太好啦 對 好 那最後 我找TradeGPT幫我下一個結論 對 因為我覺得 他是我想不到結論 所以他最後下的結論就是 Grafana是我們的無敵夥伴 讓我們一起笑談bug 武動監控 超越技術的極限 對 然後我早上在看那個info queue 就是Gmail的內容的時候 他說TradeGPT智商下降了 不知道是不是問一些 一堆奇怪的問題造成 對 所以大家不要這樣 像我一樣這麼奇怪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分享 那很感謝Costcap 然後也很感謝在座各位 那同時感謝TradeGPT陪我熬夜 加班做這件事 對 那以上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去詢問我 或者是 去我這邊之前 小小經營的一個粉絲團 去做個討論 對 以上是我今天分享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再次掌聲謝謝Marcus 好 今年 帶領蘆圓馬議程已經全部結束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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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